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范围内的分布 已经不仅仅是 在我们贵州省或者中国 是第一大分布区 就在世界上 它也是第一大分布区 它在这样子一个范围内 每一群猴的分布面积 是三到五个平方公里 因为在投石的过程中 形成了低猴的种群 在这一块区域 实现了相对的集中